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的酝酿 酝酿我的家庭关系 我的夫妻关系 哇在酝酿下来也算颇有收获 张庆芳跟投资教父宋学人的15年豪门婚 因应6月22日已无法克服双方的差异性 宣告GG 当时的生命告最初已协议临婚 想到15日有最新进展 据媒体报道是张庆芳主动提告 在婚姻中失去自我要求离婚 张庆芳可分得包括现金股票豪宅等 共计16亿的资产 我知道这是必定过程 据了解双方经由法官调解离婚 6月16分别跟律师上台北地院家事厅进行调解 因为在去年就谈好离婚协议跟相关条件 所以调解过程很顺利 直到12日与护贞事务所同时收到调解笔录证本后 张庆芳才对外宣布离婚的消息 记者试图联系张庆芳的律师赖方玉 但她不愿回应 我有点怀念单身的日子 苹果新闻网就报道过回单后的阿芳姐 家和前夫共同拥有两名儿子的监护权 夫妻俩过去住在隔着自强隧道 离市区不会太远的外双溪豪宅区 400平的自建独栋别墅 规划了地上三层地下一层 2016年被估总价约3亿台币 如今这豪宅也归张庆芳所有 他不会支持我任何事情 他只有支持我带孩子 其他事情 能不能扯到他最高兴 其实宋学人一直不太习惯演艺圈的生态 张庆芳过去也不会演老公比他强势 如今会在的他不再有门禁 也不用趁宋学人睡着后 溜出门和朋友聚会咯 娱乐动新闻 谈恋爱就是我不要就好了嘛 对不对 报道